他可能是非你莫属中最令张绍刚琢磨不透的求职者 刘莉莉优雅舌战众名嘴的场面堪称经典 他一上台就令张绍刚和评委们迷茫了 你喜欢莎莉比亚的英雄双航体 莎莉比亚的英雄双航体 你是说十四航是SOULNET吗 我不是故意 你可以不在乎我无所谓听不懂 但是你说到莎莉比亚创制的一个文体叫英雄双航体 不是他创制的这个是他有写过但是一般人很少读到过 莎莉是真想上电视去找工作 结果发现呢人家电视节目不是在真的搞招聘 而是一群不懂英雄双航体的上了岁数的人 你们在那搞人身攻击 英雄双航体重现江湖 对不对开始 在经过莎莎比亚的话题后 可以看出张绍刚的表情里 肚里一丝丝不屑 而在谈起祖国的时候 让他彻底失去了耐心 莎莎比亚的戏剧读过些什么 演过March I Do About Nothing 无事生非 对 还读过什么 Macbeth 麦克白 麦克白里面你演的是 我演的是那个巫婆 三个巫婆当中的一个 那主业是戏剧演员 哦不是 前一份工作是英语老师 你说到的演是 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的话剧团 你是在什么高中啊 在新西兰的国立Ancel College 读了几年 三年 随后呢 随后就回国读的字卡 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哇 中国变化好大 我要是再在新西兰改 我会傻掉的 稍等 为什么我在和你沟通的时候 我浑身一阵一阵的泛冷呢 我很少会和我的朋友们沟通说 哈喽 你觉得中国怎么样 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待在自己家里面 还需要用 大写来称呼吗 那请问你跟别人说的时候 都说我的祖国吗 祖国也是个大写 我说我们正 我以为在这要说很书面的语言 这是为什么我才用静语的 比如说我跟您称您 你刚才的这个交流方式 又让我开始觉得 有点冷 第一放松 第二正常聊天 正常聊天 我会有点惊妙 我想说大家反正都是这样说的吗 后来他也开始那样 我能转 然后我想 是不是在演呐 是不是有点 所以那时候你心里在想说 他是不是在演 然后你有想要配合他演下去吗 不是说配合他演 我就想说 那那那你们都不是很严肃 那我也不要 那我也不要就是严肃 一个中国人说到中国的时候不是说我国 不是说祖国 也不是说咱们这儿 而是称中国 我实在感觉不出这有什么不同 翻开中国的报纸 打开中国的电视 很多人都在这么说 昨天的今日非常道 我还这么说呢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 这样说很见外吗 非要说咱们这儿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吗 我真的没觉得 其实问题不在这儿 问题是刘莉莉 以中国称中国 怎么就招来张绍刚 一同居高临下的道德教训呢 新西兰回来之后 为什么选择自考 因为高考很难啊 数学根本不会啊 自考为什么 又去考一个英语专业 因为你的英语已经在那儿待得很好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学语文呢 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你听不太懂呢 还是我哪个问题伤害到了你 使得你开始具有了攻击性 老师 我觉得是您具有攻击性 不是我具有攻击性 我是从哪个问题开始有了攻击性 就是从祖国那个问题开始 我真的非常不喜欢听你那样聊 但是您不了解我 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我的中文太差了 所有才会过读的大学 所以你在选大学的时候选英语 那是因为为了混账文庭 表情也太虚强声势了 马上就炸了 呈现出攻击性 心理素质太差 在张绍刚无奈又夹杂不屑的表情下 刘莉莉优雅的回队 让他仰无窃态 做过什么工作 翻译和老师 英语老师 在哪做翻译 类似于中介的一样 一个翻译公司 比如说他有活叫你去干 然后你就去做笔译 所以是兼职 对 专职的话也就是做过英语老师 在什么样的地方 华尔街英语 在华尔街英语 对 今天想要找什么类型的工作 今天想找一份关于咬文嚼字的工作 嚼字的工作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媒体的编辑 文字编辑 中英文的都可以 你想做平面媒体的哪一类 报纸 杂志 因为马克思说过 杂志比报纸更能够传递信息 OK 我没听说过 反正就这样吧 你的优势是什么 你做这份工作的优势是什么 文笔还不错 老子赚的快 怎么证明自己的文笔还不错 你可以给我出题啊 怎么证明自己的脑子快 刚才老子就很快 我很少彻底对一个求职者 失去兴趣 不得不说刘莉莉打的一手好太极 在跟众名嘴PK的时候 张绍刚彻底看不下去了 她当即叫停了这场PK 李李同学 你是不是在华尔街学过她的课程 在华尔街 员工都有员工 不是 你是在去上班之前 是不是在那儿 没有 从来没有吗 我没有那么多钱去学他们 我问你找工作 我想问你 你是什么样的标准 如果说我继续 做英语这个行业的话 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 那我的薪资标准 是绝对不能低于一万的 因为我在华尔街 一个月最多挣过两万 税后两万 不光薪资啊 这是为什么拿到的 因为我了解华尔街的薪资结构 你这两万是怎么拿到的呢 不好意思 我想插一句话 我觉得您这样很不礼貌 女士在说话还没有说完话 是是是 这是我的错 我道个歉一下 老师对不起 那个 丽丽同学你批评的对啊 然后那我 可以问问题了吧 因为我比较了解 华尔街的薪资解构 你能不能跟我讲 这两万是怎么拿到的 是这样子的 我是学习顾问 那我的底薪是四千 那我们有一千块钱的奖金 然后呢还有提成 什么提成 就是 比如说 你确定你是学习顾问 不是课程顾问 如果一个课程顾问 只拿两万的在华尔街 是个很丢脸的事情 你这话 像华尔街的销售们看了 得哭了 两万在华尔街 是不错的收入的 销售人员领算不错的收入 我问一下 那个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如果一个学习顾问 在华尔街拿了两万的 有力量 太高了 就跟你说一件事 当任何人对你的话 提出质疑的时候 你的眼神里面都会 流露出来 恨和嘲讽 目露清光 你现在又是这样的表情 不出意外 12盏灯只剩一盏 估计是想看看 这小姑娘 还有什么东西 没拿出来 我的理由是 我认为也许 陈浩刚才很没有礼貌 包括我批评你 也许让你非常不好接受 我们完全可以用 很正常的方式来沟通 我们是一个自由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 你经常性的眼神里面 会出现蔑视 恨 刚才说 你应该保持微笑 你就用不出来了 一些非常狂浪的笑容 所以我让大家选择 这是我的态度 唐老师是Friend 二位给建议 我放弃 我也放弃给建议的权利 因为觉得他应该 你都说得很好了 态度问题 网友直呼欧帝 你是不是跑错片场了 而此时鸣嘴们的围攻 才刚刚开始 所以留下来 我觉得就是说 我把它理解成是一种 中西方文化的一种差异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的理解 就是可能那个 他在国外带了浪 这样子进步 国外讲更多支持 国外不是中西方的差异 国外更加 他在国外只带了三点 不能算了长 我想说一遥总 一个人一个人说吗 遥总 我在国外生活15年 我也工作很多年 我也去过很多的面试 如果用刚刚那态度 根本不可能 两分钟就会出来了 或甚至一分钟 刘建峰你知道吗 他最最有意思的一个事是什么 就是说他的凶狠和那个蔑视之后 零点一秒钟就会变成 非常温柔 这太可怕了 现在我觉得很困惑 很迷茫 甚至心里有点 心里非常的难受和委屈 我觉得我是受攻击的那一个 而且我刚刚听到下面三个字 我心都凉了 他说灯全面吗 我当时说了 我来这个节目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 我听到上面有人说灯全灭了吗 这是观众 观众问了一下 说灯全灭了吗 是因为他在这个位置 他看不到灯是不是亮 你听到声音的这个位置 你觉得是导演的位置吗 观众只是问一下 说灯全灭了吗 你就又愤怒了 我没有愤怒 愤怒的是您 我自作为留的 就是说我确实 他下一个方向找到工作的 这个优势完全没有展现 我想看一下 这个他现在的态度 我也是很不能接受到 我担心如果你这样的心态 在工作里面 有人不顺着你的话 你可能很不配合别人了 你在这个华尔街 就是原来这个公司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造成的麻烦 没有 从来没有 没有 就是像是刺猬 别人碰壞 就马上就武装起来 我想了解你的家庭 我能了解一下吗 这样的情况 可以啊 父母健在 刚才成功没有攻击过你吧 成功是谁 我是无辜的 我真是无辜的 我善良 他什么都没有说过 他只问了 你能不能介绍父母的情况 你说父母健在 这不是一种幽默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小刚老师 刚才他讲到说 我们都 他觉得困惑不理解他 我觉得他刚才讲到 跟他的生长的环境 其实他某些表现出的 这种讽刺激讽和瞧不起 我不知道是因为 因为你很小的时候 在国外 过去的时候 融不入他们的那个社会 然后对于他们的这种反应 然后你自己的心态 就变作 我只有这种样子 因为其实莉莉 你很好 但是你表达出来的是 你的动作语言 给人的感觉不好 我在国外很快就融入了 那边的社会 我这样站着一点都不累 从小我的主父母 就要求我这样站着 在外必须这样站着 小刚 能问一下 等一下 我特别想说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每年 现在有几十万的留学生 从国内去到各个国家学习 他们又回来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不要老是用 留学的精力去解释 每一个留学生身上 你遇到的不解的情况 这场面是不出意外的失败了 刘莉莉也略带哭泣地 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他们觉得我态度有问题 我觉得他们态度才有问题 为什么忽然下都说我在攻击 是他在攻击我 这怎么会吹啊 我对不出来吗 因为我已经很生气了 谢谢 如果你看过同期节目的 前两个求职者 再看张绍刚这种态度 也就能理解了 一个是张绍刚传媒大学的学生 被他极力袒护 我们怎么就是看起来这么做 我们就是适合 不要让无知蒙住你的表演 毕竟二十三岁 有很多东西 是他的年龄阅历 慢慢慢慢能够给他的 所以都别 说了 还要怎么样 咬人啊你们 一个是非你莫属 有史以来 唯一一次折尔盏灯 全能的选手 深受大家喜爱 就是一想到前 就特别快乐 对吗 不是 我觉得您说那话 太好乐 哪个话特别好乐 特别喜欢钱 他的这个笑容啊 他和人沟通的时候 这笑容还真不是那个装出来的 对 他的笑容很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这是非你莫属 第一次 在第二轮里面 十二盏灯 一个都不灭的 今天真的有特点 今天求职者一个比个好 各顶各的好 还有特点 非常好 非常好 下一个是不是还会伤人 来 而后他就遇到了 让他无可奈何的刘莉莉了 看看事后大家都怎么评价这件事吧 确实是海龟当中存在的一些人出了国之后 有可能就不怎么爱国了 然后他们提到中国是带有一种负面的一种影响 其实他们不是针对你们两个人的 只是你们两个代表的一种一种一种思想而已 对张上刚的反应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原来是做法治节目 法治节目的主持人有一种 正义化身的代表你知道吗 我后来又回去看了几期节目 然后我研究自己研究发现 他们都是这样 就是说你先把他打哭了 你先把谁都打哭了 然后呢 你再给他机会让他发言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很多人就跑到我的微博上 然后就骂张老师 就骂极其难听 就是我听了我最想看他几小的那种 然后我就去骂那节目几个人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 你看我没有收视率第一 然后我当时想说 不是吧 我说你为了收视率第一 你可以这样 我就在微博上留言 我说不是吧 你这样 你为了收视节目收视率第一 然后可以负责手段 然后他就给我回 他说 小女孩子 你有些事情也总是要关 主持人知道怎么回事 我当时已经意识到他们不是在做招聘了 如果说是一个真正的招聘会 我是绝对不会像那样子表现出来的 对 谁都知道你那样子表现 谁还敢用你啊 我又不是 我是比较二 我又不是比较二百五 你有过手吗 没有 我是真的气上去的 因为之前 之前前那几个选手已经被他们 我当时已经变了一股火了 而且 就是其实之前还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我四肢跑走 就是 我说 哎 你没有打资设 你叫我来干嘛 对 我四肢跑走好几次 他们不让我走 然后就签协议了 因为很明显张老师 会有节目效果 这样子吗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觉得 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吧 当然 我的表现确实也失态了 对 就是会通过 比如说 就是以前 就是面试我的编档 我会跟他说 我说真的 没想到事情会这样 刘莉莉叫板 张绍刚 网上的评论是 铺天改天 不少人都认为 张绍刚作为主持人 hold不住全场 我觉得hold得住这个词 真的很好 这一幕喜剧的核心 其实就全在这个hold上 网友们说 张绍刚hold不住全场 其实是错 张绍刚相当成功的 hold住了全场 他的表演 你看 全场12名评委 不是一致用关灯的方式 将刘莉莉驱之门外了吗 张绍刚hold不住的 只有一个 刘莉莉 全场的评委 包括张绍刚 都想hold住流利 但谁都没有做到 他们所能做的 只有把灯给关了 行使手中的否决权 否决权是一种权力 除了是一种权力之外 他什么都不是 他既不能代表真理 也不能代表风度 更不能代表胜利 权力多数时候 它不是个好东西 权力容易让人失血风度 失去包容 失去平静 失去体面 拥有权力者 最容易出丑的一个事 就是恼羞成怒 这个我们从主持人的脸上 已经看到了 张绍刚与那12名评委 只看到了刘莉莉 眼神当中的嘲讽 却可能到现在 都没那么明白 就你们在场上的 那番言行举止 又怎么让人不产生嘲讽 皇帝没有衣服 小孩子笑他 那不是孩子的错 是皇帝没穿衣服的错 每个人不能因为 自己的角色 因为自己的职业 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 而扒高自己个人的优越感 主持人不能因为 自己是主持人 就认为我在语言的运用上 是权威 评委不能因为 自己是评委或者是老板 我在专业上 就一定是第一名 很多情况之下 恰恰是如此 才让某些人 失去了耐心 失去了自己的心理状况 在视频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是 一个聪明 敢于直言的流利力 和全场的傻瓜 最耐人寻味的是 节目的最后 张绍刚的那几句总结 还有细节化的表演 他说这个女孩 让人抓不住 大家说上一场 那个王贝贝 为什么能够得到 评委们的认可呢 就是因为王贝贝 能够让人抓住 沙上刚这么说的时候 他自认为很有道理 就不经意之间真情流露 流利力之所以让他愤怒 不过是自己 潜藏于思维中的控制欲 在流利力面前 遭到了惨犯 而坦说的来说 张沙刚自欲 本身也是一个 让人抓不住的人 有的时候也是一个 锋芒毕露的人 是的 从直上的角度观察 流利力确实很难受欢迎 因为老板都有控制欲 甚至所有人都有控制欲 而流利力不愿意受控制 不愿意被抓住 一个抓子 透进了当今社会的事态 我突然有一个问题 如何可以让我们每个人 都免于被抓的恐惧呢 虽然流利力在节目上气氛不已 但他之后也成了电视红人 甚至在《非常了》的里面 当众调侃孟非和郭德纲 孟爷好 郭娘娘好 哎呀 这个也不合适了 郭爷爷好 您客气了 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孟老师还是郭老师 就是大家都想跟您拍吻戏 大家都想 姑娘 你今天的机会来了 我想问一下 你的这个大家都包括哪些人 就我后面那些人 您看见了吗 身后的一阶 就那小伙子 就是 反正您说什么 我都觉得像真的 就我们这样的演员 就不能演个吻戏吗 不是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说 我说 我说您肯定演过吻戏 只是 只是我们不愿意看 只是您不愿意 只是他不愿意看的 救命 看都不愿意看了 这个判恶心到他 到这种地步了吗 还有一个戏叫三小财子家人 汤墨虎点秋香 那个女演员叫姚迪 那里面有您吗 你今天对老郭的这个打击太大 最终非理莫属节目收视率大涨 刘丽丽也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事情也算是有了个了结 对 对 对